本节目由5G视频手机 双方都更清晰 OPPO Reno3 Pro冠名 本节目由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独家冠名播出 抖音越玩越嗨 办案脑洞大开 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赞助播出 奥利奥 它暗路上黑白通知 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 关注芒果好物 霍明珍专属产品 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 侦探若两次都投对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则可额外获得一根金条 枝下买公图 Oh There's beenreallyiza echoing that 遍到了前后 一个虱背的人吹着头 那个小 för counsel 小棠 嗨 你刚才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好像是有童谣 而且还有剥离破碎的声音 和终声 好像就是这里发出来的吧 是啊 木偶之家 这不是彭队长约我们来的地方吗 彭队长怎么还没来啊 这不像他的形式作风啊 对啊 我要不要去周围 看看彭队长在不在 行 去吧 好 我找找 探长 这里有东西 好 欧探长 我临时接到了别的任务 调查木偶之家的事只能交给你了 相关背景信息 我留在了 OPPO Reno3 Pro拍摄的任务 blog里 谢谢 我是紧急救援队长彭彦 在执行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 我在一个非常恐怖的木偶之家 他在执行秘密任务 谷保主人的所有孩子 以及几个仆人 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 谷保主人受不了打击 在委托亲人 曾律师调查此案后 也死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无人生还的古堡临近 还有个爱影飘步 水长唱起那首恐怖 你情怀人都别想逃走 哪个想过来花仇 就我们刚才听那个童谣吧 对 这是什么 这一切太过诡异了 这确实太诡异了 对啊 而且听彭队长说 这里应该没有人住 为什么里面有灯光 去看看 好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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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女士 我可以做什么 这居然有人 初次见面 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呢 什么叫这居然有人 难不成我是个什么东西吗 不 我想先确认一下 你是人 我是个活人 我先跟你介绍一下 我是欧探长 这是我的助理小唐 请问这位活人 请问这位活人 可否让我们进去 还有其他正常的人吗 有人吗 有人吗 如果你非要进来 好 我今天就破例 让您进来吧 小唐 省得您有什么疑问 撒管家 到时候说我代课不中 撒管家 你来得正好 还有一个人 这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要找这里的佣人 来 跟他谈吧 佣人 对啊 不好意思 我家的管家 有的时候说话 总是仗于无论词 搞反了吧 住哪 我是欧探长 这是我的助理小唐 助理 我们是接到了 彭队长的讯息 让我们过来 他跟我说的是 这个古堡里面是没有人的 请问 请问 对不起 我只是实在忍不住想 请问你是 请问你是 是这样 我来给你郑重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古堡暂时的主人 我叫真律师 真律师 然后这个古堡 原来的主人呢 是我的远方表亲 真公爵 但是他死了之后呢 这里荒废了很久 我也是最近才打算 重修这个古堡 至于他是我的撒管家 我请问 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 其他的声音 我也有听到一个 玻璃破碎的声音 好像是从这个房间传出来的 你们也听到了 我还听到 是这个房间传出来的吗 是的 这房间门锁上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吗 里面 对 以我侦探的直觉 我觉得肯定出事了 来 破门 我作为管家 我来开 小堂 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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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mark 破门 屁 破门 吹吹着头 那个母后来复仇 那个小母后来复仇 这是 我 真 他现在是死了吗 这是真木偶 它是我专门请来为大家表演木偶戏的 请问这个古堡里根本没有人 你给谁表演木偶戏 我为了重修古堡 我请了很多人过来 他也是其中之一 妈 我这张脸 我这张脸特别适合表演各种惊讶 你比如说 预备 预备 你好多 今天 可以了 可以了 行了吗 累了 快 我们尊重一下死者 好 欧探长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何小丑 这也是你请来的吗 是的 因为这里的气阵阴郁 我专门找了一个带来快乐的何小丑 你认识他吗 他们两个是搭档 你的搭档挂了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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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掺着我 怎么要死人 这是一个真的木偶吧 真木偶 这两位是 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鬼花匠 这位是沉木匠 她是我宝贝的 她是我花花了 现在人到齐了 这位是假设计也是 请来重建古宝人 你好 你们刚刚看见了吗 天哪 是这么坏 迄今为止最好的表演 看见什么了 我刚刚看见这个木偶 从我房间的窗户旁边 从右往左的飞楼过去 我也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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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到左 我看的不一样 我看到是从左到右 你们每个人的房间位置不同 可能看到的那个方向也不一样吧 我是从窗子的右边 到左边 我是这样 就是这个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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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是追他 追到这里来的吗 不是 不是 而且我刚刚听到了 童谣的声音 你们听到了吗 有听到 让人不愉快的音乐 但是这个音乐我很熟悉 因为这是我的表演合作伙伴 他每一次表演 木偶都是用的这首曲子 叫做木偶复仇记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的欧探长 我和我的堂助理 收到彭队长的消息 彭 彭于燕队长 没有错 现在是MG 2020年1月10日 晚上的19点 现在在这个古堡之家里面 发现了一具很诡异的尸体 这个死者是真木偶 是一位木偶戏的表演者 他靠坐在柜子前 脖子上缠绕着麻绳 麻绳的另一端 被柜子上的木偶拉扯着 看起来像是被木偶勒死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 我当然不会认为 是木偶勒死他的 这不是神吗 所以我锁定了 杀死他的嫌疑人 就在你们几个人之中 分别就是萨管家 45岁 陈木匠 25岁 假设计 23岁 鬼花匠 19岁 何小丑 25岁 还有真律师 37岁 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们来坐下来一起聊一聊 今天案发的前后你们都做了什么 小唐麻烦你 帮我把这个沙发搬到那个古堡外面 我们去外面聊 大家舒服一点 好吧 我坦着 实际上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回去吃点药 然后我再去找你们 好 那尽快赶过来 那我们去外面 欢迎各位客人 光临寒舍 我代表这间古堡 你只是个管家 我是真正的主人 上管天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 说的就是我 真主人 我是这里的主人 这里的主人 我以为姓真 那就是 完美了 请您注意 离我不要太近 我怕你的油彩蹭我一身 贴一个 根据我的了解 这个古堡是一个废弃的古堡 可是我今天来看到 你们这里这么多人 而且这古堡很新的 刚才呢 郑律师跟我介绍了一下 说 你们都是被他请来 翻新这个古堡的 那我请问一下 你们大家都分别负责哪个工作 我可以先来吗 可以 大家好 我是假设计 这是要录ID是吗 真的拍张ID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假设计 请大家一起跟我助力 我们的木偶之家 为什么这个破旧的废墟能够变得这么的新 全都是因为我 因为我是这里的总设计师 我来这里之前 这里是一片废墟 我来这大概三个月了 因为我设计的功底非常的厉害 所以就在我的双手之下 这个已经变成了非常的豪华的一个地方 来 管家 大家好 我是萨管家 让我们一起助力木偶之家 为木偶插上腾飞的翅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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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三个月前 大家因为缘分聚集了在这里 啥缘分 我们带着我们的梦想 带着我们的初心 一路前行走到今天 作为一个管家 我所负责的事情 就是看管着这些请来的各个工种和岗位的工作人员 好 明白了 请问 这位 你的妆好漂亮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何小丑 助力木偶之家 给木偶一个家 你应该这么说 给木偶带去微笑 欢乐 我在这里负责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 九天之前我被请来和真墨一起来为这里的建筑工人 装修工人 来进行一些表演 让他们可以更愉快的更有干劲的工作 他说的都对 除了有一个字 他不是负责精神文明 他是负责神经文明 然后 所以我在这里每天的工作就是通过我精湛的表演 来为大家带去快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我练了很久的彩环 移动彩环 我觉得你没练多久 感觉名字都不记 练太久练着练着把名字给忘了 我的表演整个是很完整的 是从这个表情开始的 好的 他为什么要张着跨走路呢 他为什么要张着跨走路呢 因为练移动彩环练太久了 因为练移动彩环练太久了 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哇 哇 哇 好棒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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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太不容易了吧 我想跟侦探说一下 我和真木偶 真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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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侦探说一下我和真木偶的关系 虽然我们一起工作 但我与他不熟 可是我和他 请记住这三个字 有 渊 渊 渊 我也是 你也跟他 我也是 请问这位管天管地的萨管家 他们都跟这个真木偶渊渊 有渊源 请问你呢 有一些故事 他们俩有故事 接下来这位小红帽小姑娘 大家好 我是鬼花匠 这个古堡的发源都是我负责的 这些花花草草都是我种的 那请问你跟这个真木偶有什么故事吗 我跟他不熟 但有三个字你要仔细听清楚 我跟他有渊源 都有渊源 接下来这位是小花匠的贝比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被高薪聘请来 翻修古堡的陈木匠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桌椅门窗 亭台楼阁 都是出自我的一双巧手 你也是三个月前来的对不对 对 我也是 你们都是三个月前来的 没有 我九天 只有你一个人是九天 真木偶跟我一样都是九天之前来的 他表演他的木偶戏 我表演我的移动彩环 请问这个陈木匠 你跟死者有渊源吗 他就是给我们表演节目的 我们俩并不熟 那这个恐怖童谣想起来 来到我们发现尸体 你们每个人之前都做了什么 今天有没有见过这个真木偶 首先我们就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一起观看了我们真木偶跟何小丑的表演 我们一起看的 每天都会看 你们每天表演的时间 八点 这个八好标准 我应该用眉毛来表达 八点到八点半 七点 八点半 十点 八点到半半是你每天固定表演时间 对 天天早上你们都看了 我们都看了 然后因为我是这里的总济师 我就要管每一个人 然后我就去监工了 五点半我就回房间了 我就再也没出来过了 就一直等到了探长你的出现 好 下一个 早上八点 我也和大家一块去看了真木偶和何小丑他们的表演 八点半散会以后呢 我作为管家 我就开始在整个古堡里巡视 就是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 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半下班 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闭门休养 一直到听到木偶复仇记的歌声 好 那接下来和小丑 今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我和真木偶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用一场美好的演出 来开启一天美好的星期 演出完了之后 我被观众们围得立三层外三层 我跟你们说 行行 我是一个艺术家 行行 不要接机 不要送花 行行 拒绝私生饭 行行 好 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 对 因为明天就是竣工仪式了 明天是竣工仪式 对 于是我就在房间琢磨我明天 在竣工仪式上的表演 饶了我 从早上八点半 一直到晚上七点 是的你没有听错 一整天 艺术家就是可以这样 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 钻研艺术 对不起 情不自禁 好 接下来 我的时间早上跟他们一样 八点到八点半看表演 然后看完了我就回我的花房 去弄发发草草 然后弄完了呢 十点半 我有去找过真木偶 聊了一点私事 然后就离开了 私事 对姿势 对姿势 是不能告诉我们的 现在还不能说 不能告诉你的宝贝吗 完了 天哪 绿了 换个帽子吧 换个帽子吧 有点不祥的预感 八将 你在哪里找他的 去他的房间 去他的房间 对 你有告诉过我吗 争托过我的意见吗 和那个发喷喷色的那一口 应该送一点 打起来了 不 你就把和那个车顶头上 好 然后呢 讲完之后呢 我就回到我的花房 然后到五点半 就一直在房间里 陈木匠 我是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看表演 看完表演之后 就一整天都在忙这个木工活 然后赶着赶工 一直到五点半 我就把房门关起来 继续赶工 就是五点半之后 你们都在家里吗 五点半没有人再出来过吗 就是五点半以后 谁都没法给谁证明了 五点半之前 大家都在这个古堡的范围内 完成自己的工作 可能相互还能碰到 但五点半以后 各自回房间 而且请注意 关上门 休息 所以之后大家都没再见过 死者了吗 对不对 没有 只有鬼一个人说 他十点半的时候去找过他 我见过一眼死者 我在干活的时候看到他走出去了 十一点零五的时候 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搜证吧 对了 侦探 您远道而来 别到时候挑我们的礼数 作为管家呢 我去为您略备薄理 我先要回去把我的道具放好 我刚刚跟你说天气比较冷 我的花得回去再帮你养好 我手里还有一些木工活 我要回去干一下 我得回去画一画走设计符了 都走了 这些人 都非常的诡异 太奇怪了吧 一会儿要仔细查 走 第一轮现场搜证 六名玩家分为两组轮流齿证 限时十分钟 每人可使用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拍摄十张照片 走 Let's go 拿我们的探案神器 OPPO OPPO Reno3 Pro 我看看跟谁有缘分 我跟你最有缘分 爱你 爱你 好帅 天呐 好浮夸 好 走 刚才那个真律师不是跟我说 他要回去房间吃个药再来吗 对 到现在还没来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回去吃点药 然后我再去找你们聊 好 他房间在这儿 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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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开门 谁 好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今天怎么了 又是刚才那个木偶 等一下 那个木偶不见了 一四季 怎么到处都有这东西啊 这个有点精彩啊 真的过来了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大家都看到的那个 从左往右 从右往左的那个 应该是 是它 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是它吗 是它 就是它 是它 不是它这样是掉不死的 它一定要 是 它是把尸体挂起来 它 对不起 它这里已经掉了 是 它有红印 对 它可能先把它用 对 那就是先勒死 然后再掉起来 伪装成一个这样的 大家分开吧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好吗 亲爱的真律师表哥 这个鬼啊 这个鬼啊 跟这个真律师是表兄妹的关系 他说他要等他继承了爸爸的财产 一定会回报你的 然后每天都给他喝汤 然后这汤里面有花 这太悬疑了 这太悬疑了 M镇头条 墨尔之家惨案始末 1月10日 墨尔之家发生了灭门惨案 真公爵的夫人 孩子的仆人就 因为毒牛奶身亡 先给它拍下来 那个柜子上面还有个箱子 哦 是密码锁吗 是的 寄出时间和送达时间 四个字母应该是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哦 哦 这里有个箱子 这可以打开吗 开开 嗯 嗯 嗯 猛龙 那个 猛龙 来 复仇 一颗 秘密 隐 满了 太久 一个 真相 跌倒了前后 一个 虚伟的人 吹着头 那个 母后 来复仇 哇 来看看 木匠吧 尽管 这是灵状 什么 啊 不 你 一般遇到这种东西 应该就得按一下 但是什么东西了 找到了把钥匙 这个钥匙真的是可以 找到了 就是你木箱子 还是比较顺利的 金戒指 木偶之家的金戒指 陈 通过你的信 我已经完全确信了你的身份 几天后我将会把继承人的身份 公布于众 天呐 这个戒指已经戴上了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我找到了 陈将将 我想你一直很忙 所以你只看前面三个字就好了 天呐 前卖身到处流浪 后卖身为你煲汤 事业线和爱情线 都是你的名字拼成的 头突味受不了 找到了 藏得好好 找到你了 就是你木箱子 刷开了 中 这什么事 骗了 骗了 偷胜上 偷胜的饭 他是个骗子 天呐 不到一岁就会骗牛奶 骗羊奶了 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重金悬赏 欢迎广大证明 踊跃提供 木偶之家惨案的相关线索 凡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士 本律师将给予一千芒果笔的众筹 哇塞 他就是个骗子 这个真木偶的房间 这些玻璃都碎了 哇 这些玻璃 哇 这些玻璃 哇 这些玻璃 什么东西 看着 你看 他说你只要看前三个字就好 那就是我想你 哇 第一次见到你 你就像Reno Sunpro的日出印象一样 照亮了我的心 这是我精心小火慢炖的鸡汤 你要好好喝鬼 我手上的爱情线 生命线和事业线 都是你的名字拼成的 这里也有一模一样的 给木匠的 真的吗 他也说他喜欢他吗 对啊 一模一样 我去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 我去鬼发匠的这里 鬼发发 我来了 我一直以为是 啊 请下地方看一看 啊 我最怕鸟了我的妈呀 这啥玩意儿 好 先咯 我怕我抓 吓死我了 好可怕 时间还剩三分钟 我现在缺一把钥匙啊 这里面找钥匙可就难找喽 这些花摆得这么漂亮 我实在是不想翻乱 但是我又想找钥匙 翻遍了 啥都没有 耶 哎呀 这要是能找着啊 说明我是真的棒棒 你是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很不错 他这个里面怎么这么多 男人的衣服啊 奇怪 给你补补鸡 汤宝 好 用了一个花做毒 好 来把那个十九稍微翻一下身 十 怎么了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请离科技场 这是她的身份 走吧 走吧 有一句话你们听过吗 案情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 烤雷诺 没错 开门 说的就是双防抖 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5G还真没用过 超级防抖 你拍我们 怎么样防 我们一起动眼去防抖吗 来 预备 好 谁拍你们 走 快 怎么这样呢 现场 你是有神论者吗 我是无神论者 走吧 对了 刚才那个真律师说她身体不舒服 回房间到现在也没看见她人 她说她吃药 她说她吃药 她去吃药去 她不知道怎么了 真律师 锁住了 那怎么开 踹门提吗 我试一下 这得用几成力 好 我知道了 心里有数了 几成力 等一下 等会儿 等会儿 大哥 大哥 我来 大哥 我来 怎么跑到这里了 大哥哥在上面 莫从那边换到了这边 为什么是一男一女 使她 使她 就是她 她 不是 她的死法 她是被勒死的吧 有紫色的勒痕 有 有 她是被勒死的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个小木偶 怎么可能会把她这样拉起来呢 别看这里到处是绳子 但我是个无神论者 来 开始搜射吧 别浪费时间了 快 快 我们先尊重一下先死的人 好吧 有个先来后到行不行 好好好 走 分主次吗 先调一下先死的人 他一样也是雷霜吗 雷死的 好 好 口袋有东西 这边有一个真木偶收的信 木偶之家古堡大门外的信箱 按此键进入界面 按触控 那个木偶自己太动了 是他 哇 这太吓人了吧 好可怕 这箱子能不能打开 没有 要找钥匙 这是你擅长的吧 对 发发 什么东西 一喷即晕 一喷即晕 哇 你一点 有点过分吧 不要想太多 管家 你有每天喝鸡汤的习惯吗 你不用怀疑我 我跟你的花花之间 不用鸡汤沟通 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才有没有对我做什么不好的事 我来试试看这个开锁 你觉得怎么样 你现在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不用钥匙都能开了是吧 帮我换一个 帮我换一个 好可怕 帮我换一个 帮我换一个 好可怕 咋了 帮我看那个外套里有没有那个钥匙 不是 你这肯定撬不开的呀 他不要一直看着我好可怕 还是他这里面有 还是他这里面有 你看 他看着你是有道理的 他在提醒你 他一直在提示你 吓死我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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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快开 哎呦 怎么那么钥匙会被我找到 好 看着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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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有用吧 好 好 好 其实什么啊 这是 尊敬的真律师您好 我是山东姬哥的儿子 山东姬哥的儿子 都是一样的吧 这信 1015年 1005年 就是他写了这么多年 我要去何小丑的房间 来 哎呦 这个 好 哦 这是谁啊 谢谢你 我来找钥匙 我来找钥匙 安静一点 不要影响人家搜症嘛 我在找钥匙 找钥匙你把气球都弄爆干嘛呀 我都说吧 啊 抖音 寻找继承人公告 请携带钥匙 信物的继承人 于一个月内 前往木偶之家 席继承人 可继承 钥匙 全部遗产 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我要全部拿回来 谁都别想跟我抱 抱什么呀 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 地毯这一块为什么是湿的 绳子也是湿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但它身上是干的呀 难道是口水 嗯 这有钥匙 哪里 快过来同志们 这个钥匙我从死者身上找到的 应该是这个 这个打开了 是什么 哦 真律师收 拍下来 现在没时间念了 真律师收 这是我爸爸 这有个规章是什么 木偶之家 亲爱的奥利奥 这还有一个钥匙是开什么的 哪里 它身上拴着两个钥匙 还有哪里需要有钥匙 你看还有猴子 诶 这里啊 哪儿 诶 被撬开了 是不是这个 你试一下看 应该是 诶 是这个 但是锁被人撬了对吧 被撬了 是什么东西 有个东西被拿走了 对 开始了 二 一 请离开现场 走了 走了 5G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记录清晰时刻 第一次集中推理 根据收集到的线索 完成推理 今天的案情非常的特别 跟一桩十五年前的凶杀案有关系 有两位死者 真木偶 真律师 真律师跟他们这五个人 都是雇佣关系 这个鬼花匠跟这个真律师 他们中间有一个表兄妹的关系 他们俩是一个 对于鼻关系 他跟他有一个很奇妙的 我想你关系 陈木匠跟这个真木偶 吴渊源吗 哇 好复杂 好复杂 对于木偶 杀人这件事情 我是不同意的 真正利用木偶 作为幌子去杀人的 就是他们这五个人 所以 请他们几个杀人犯进来 有请我的嫌疑人 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念一个 1005年的报纸 在1月10号 木偶之家发生了灭门惨案 木偶之家主人 真公爵的夫人 孩子和仆人们 全部因为毒牛乃身亡 真公爵中毒后幸存 但也因为抢救无效第二天此事 同日 真公爵在外地的远房亲戚 吕珀奇案的真律师 当即赶到M镇 着手调查此事 他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证词 指证了是 扮成宋乃公的恶霸 山东鸡鸽 在牛奶里下毒 并且贫毒 这个名字应该是你起的吧 鬼 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2月11号 真凶山东鸡鸽 选择在狱中自焚 死后人们发现了 他在监狱内四壁都写满了 不是我的写字 让木偶之家灭门惨案再生遗云 2月12号 真律师提出 或许山东鸡鸽还有同谋 而之前的目击者再次发声称 鸡鸽下毒时 古堡内唯一幸存的 和真公爵暗通款取的美艳女仆 好花也在现场目睹了一切 好花 并将有毒的牛奶拎进了古堡 它肯定就是鸡鸽的同谋 2月13日 木偶之家古堡发生了大火 多人看到女仆好花被烧死在大火中 肢体上绑了线被吊在空中 而线的另一头拽在木偶手里 木偶复仇的传言四起 证明人心惶惶 甚至有人称在火灾祸的古堡 看到疑似活过来的木偶活动 听到木偶的恐怖歌声 请注意也就是说 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过两起产案 一起是在1005年的1月10号 当天是一个毒发 在牛奶里面下了毒 然后全家就相继地死掉了 第二个产案是 当年的2月13号 当大家发现有好花这样一个 有可能存在的第二个嫌疑人的时候 他也死在整个大火当中 而且他的死状是被绑成像木偶的样子 于是大家怀疑是木偶曾经开始杀人了 木偶复仇这个事情一定是人装神弄鬼 对吧 对 我们应该想一想这个山东鸡哥是谁 这个好花又是谁 他跟今天这两位死者有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通知 在明天早上的军工仪式要宣布两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信息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五位嫌疑人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刚才找到的线索 好的 首先有请陈木匠 你先 这木匠穿着小皮裙大波浪 一摇一摆真像样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设计 既然已经说到设计 肯定是在假设计的房间找到的 这个木偶之家的平面图 我们说一下 木偶呢 它的动线是什么呢 它从这这样绕一圈 这样经过我们每个人的房间 然后正好这个动线就是 我们大家跟鬼看的是相反的 因为鬼在对面 对 最后是从这个窗子听到 棒棒的玻璃一声 然后我们就听到了七声的钟响 对 我在这个尸体的对面 发现了一个摄像机 嗯里面有个 Vlog 就是他吊死的过程正好是七声的 正好是 对对对 在那时候人已经死了 人死不死 电视不死 不确定吗 人死不死 爱死不死 人死没死 假死彼死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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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在这个死者的房间里发现了 亦喷即晕的这个药水 这个药水贯穿了本机 本机主推 本机主推 亦喷即晕 所以刚才我就说 它不一定是死了被调上去的 凶手太阳给我们制造一个假象 就是木偶复仇的假象 也就是说附近有人在操控木偶 这个木偶在操控这个神 好像是在勒这个尸体 对 但是我发现 这一切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一个难度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看到了木偶 但是没有看到凶手拿着木偶 那它是怎么样做到 可以让我们看到木偶 但是看不到它本人的呢 然后还有第二个难点 就是我在它的设计图旁边 看到一个备注 木偶之家古堡需严格按照原有基础重建 重建有两个点 第一点是受承重要求 真律师为古堡内唯一有房梁的房间 房梁需加固 其余房间无房梁与任何挑高设计 没错 然后第二个是除真律师的房间之外 木偶之家的古堡内 其余房间墙壁均刷成白色 白色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看那个Vlog的时候 它死的那个房间是白色的房间 然后接下来我就去了假设计的房间 从一个小盒里发现了他小时候画的一张画 还有他的一个项链 这个是你的吧 对 我的 这个画里面有一个大鸡和一个小鸡 大鸡呢戴着墨镜 然后留着一脸洛山胡子 然后呢有六块腐鸡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就是这个山东鸡哥 对不对 你是山东鸡哥的儿子吗 没错 山东鸡哥就是我的爸爸 那你是山东小鸡 我是山 对 我的确是山东小鸡 他是你的鸡爸爸 他是我的鸡爸爸 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家住在鸡镇 然后我爸爸就是江湖人称山东鸡哥 然后那时候传言是这么传的 别跟我鸡哥硬碰硬 不然鸡哥受的是伤 你丢的是命 就是这么狠的一个人 对 然后 恶霸 他不是恶霸 他对我就非常的温柔 我爸在我眼里是一个 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因为他小时候他从来不做坏事 他就教导我要做好人 然后经常去帮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好 好 请问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兄弟姐妹 我只有我这么一个爸爸 然后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 我妈妈就难产死了 所以你妈妈很早就死了 我妈妈很早就死了 从下就是我爸爸带着我 15年前 我爸爸什么都没说 就把我交给了他的小弟 山东鸡地甲来照顾 然后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鸡镇 然后就一去不返 好 请问这个项链是什么 这个项链就是我爸爸当时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就是鸡的logo 这个就相当于纪念物嘛 对 纪念物 你是独生鸡对吧 我是独生鸡 独生子鸡 独鸡 独生子鸡 我爸他虽然是个狠狠的人 但他从来不干一些杀人的那些勾当 真的是个好人反正 好 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因为他自己后来在监狱的墙上写满了 不是我 不是我 对 我相信我 请注意他之所以被认定为是这个 木偶之家灭门采案的凶手 是因为巧舌如簧的 对对对 真律师 真律师给他当庭定的罪 我觉得里面可能会有蹊跷 然后呢 我又在他的另外一个小盒子里 发现了一达装在信封里的信 尊敬的真律师 您好 我是山东鸡哥的儿子 很抱歉打扰您 我爸爸在MG1005年2月11日死在狱中 我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您能跟我谈一谈吗 或者告诉我一些案件的细节 求求您 我的地址是M镇鸡公堡233号 山东小鸡收 真的 案情也太好笑了吧 鸡公堡感觉是一个餐厅的名字 人宿鸡公堡是我的家 听起来居然饿了 我只听过羊男包 这个信的起始的时间是1005年5月 他刚才第一封信说 他爸爸是1005年在狱中死掉的 对 2月11日 然后呢 每年写一个 一直写到1019年 那就说明去年 山东小鸡呢 他是一个很执着的孩子 然后呢 在14年的那个信封的封碟 然后甄律师写了一段话 就是当年 我年轻气盛 因为你父亲是恶霸 就跟大家一起认定了 他就是个实恶不赦的人 认定了他说的话都是狡辩 就算后来得知你父亲是无辜的 我也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错误 毕竟我这一辈子都没有错过 所以甄律师犯了一个错 这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污点 虽然一直默默地关注你 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 当面对你说什么抱歉 山东鸡鸽已死 就让这事永远埋在我的心底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 就是好像是一个心理的日记一样 就写在封底 那这个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又怎么把这些所有的信 拿回来了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经过了一些巧合之后 我就跟我的山东基地甲 搬到了M镇 就已经写了15年的信了 但他从来没给我回过信 我就很难过 你是三个月以前才找到了这个人 是不是 因为他要翻修这个 没错 然后我就进来了 我在发生修案的前一天 我去找过这个甄律师 我想去找他聊一下我爸爸的死亡的事情 但是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木偶之家里面 然后我也找不到他 我就偷偷地溜进了他的那个房间里面 我就在他房间里面找到了这几封信 然后并且看到了这个事情 你就拿回来了 我就把东西都拿走了 等于这件事情 他已经可以证明 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就是真律师 但是真木偶又是跟他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我所找到的证据 谢谢大家 不客气 你怀疑谁 你目前有 我怀疑 心仪的对象吗 心仪 我怀疑肯定是一个经常玩绳的人 玩绳的人 玩绳的人 那就是木工了 木工叫绳墨吗 绳墨是木工的两件镇杭之宝 因为木工要想弄直他的线 一个是绳 一个是墨 一弹 我那小绳不是那个绳 你那小绳可以绑手腕 能投票了 对吧 你还行 谢谢 木匠讲了一个线索就引证了自己 但真的不是我 我是一个私文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我看不出来 确实看不出来 来 这位同学下一个该你吧 我呢 一如既往 还是去了现场 但是今天 你干嘛 给个状态 帮你当音效 给一直的配合你 你就只有他肯配合你了 你还不珍惜 好好珍惜吧 去了现场 我也可以配合你 但是因为今天实在麻烦 他有两个现场 对 死了两个人 所以现在 好了 够了 别口相声 现在是 死了两个人 哇 您看这巧了呗 哎 哎 哪有这么开心的事啊 得了呗 得了 一下走俩 死不死 这下我们好过年了 死一松一眼 不一 古宝少了两双筷子 对对对 好过年 哎我天哪 赶紧来 各位 愁死我了 我个人呢 猜测有这么几种可能 第一 真不傲 是被真律师干掉的 真律师 是被我们当中 某一个人干掉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找的 是一个凶手 但是他只杀了真律师 第二 真律师和真木偶 是同一个凶手干掉的 所以今天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他先杀了真木偶 后来又杀了真律师 第三 真律师和真木偶 是两个凶手干掉的 那个是这样啊 这个案子呢 我先不破了 别别讲 别讲 我们先走了 直男而退 请各位帮我分析 为什么这个木偶 要故弄玄虚的 在 案发之前 或者在案发当时 跑一圈 让所有人看 因为这是木偶之家 因为要木偶复仇 请这位同学回答 报告真呆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复仇 就当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导致他的亲人离开 所以他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另外一个叫甩锅 因为在整个木偶之家 一直以来都有 木偶曾经杀人的这个传言 所以呢 他希望用这种传言 来掩盖 他是真正凶手的真相 让大家以为是木偶 曾经继续杀人了 对 请给我打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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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 六分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注意 就是两个杀人案 房门都是锁住的 对 兜立一个唐姓的助理 暴力帅猫 没有 我们是由一位优秀的木匠 踹开 是由一位优秀的木匠 两次都被踹开 这是我的一个考虑 就是两个密室的形成 两岸之间有没有关联 重点就是 谁有钥匙能够进到 钥匙管家是我 投票吧 投票吧 所以两个密室 这是一个疑点 更重要的是 现场在真律师的绳子上面 有一个套 这个套是湿的 湿的 地面的地毯上 有水 也是有水的痕迹 冰吗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冰呢 就是冰啊 化掉就变成水吗 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反应是 因为他聪明啊 你是知道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我就这么一说 因为是个人联想到水 也就联想到冰嘛 嗯哼 凶手要跑到真木偶的房间里 把木偶拿过来 假造一个现场 然后还要把死者倒吊起来 而且他在房梁上 他用一根绳子 把死者倒吊起来 这相当于是一个定滑轮 嗯 定滑轮它是只改变力的方向 不改变力的大小 也就是他至少要有这个劲 能把一个成年人挂起来 挂起来 嗯 而且挂起来之后 他还要站到高处去打结 他还需要有东西 有梯子 有桌子 15分钟 他要做这么多事情 确实是很慌忙的 对 OK 然后死者房间的这个壁炉 加深了我的怀疑就是 他可能是利用这个屋内的温度 慢慢把冰融化 但至于这个冰 如果他只是放在脚下 让它融化 他完全不用把它拴上一根绳子 有没有可能那个绳子和冰块 本身起到一个作用 把人吊起来 除此以外 在木偶的腿上 有两根非常不自然的 长长的螺丝钉 我也看到了 我看了其他同款木偶 都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木偶的两根螺丝钉 会不会是固定在什么东西上面 然后让木偶能够在地面移动 或者在空中移动 对 机关 对 此外这种倒掉的死法 为什么要把人倒掉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一个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的人 最后的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哇 这个推理赞 但是 真木偶为什么是坐在那死 所以真木偶的这个死法 可能是跟当初在火里被烧死的好花 是有关系 所以凶手除了复仇之外 他还要告诉人们 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这两个人的死因是什么 谢谢 精彩 说你怀疑谁 你有怀疑的对上吗 我怀疑 一个首先自己说玩绳子的人 他不小心露出了一点点马脚 我是无成论者 另外还有一个在我一说出绳子是湿的 我还没有说出任何怀疑 马上有人说冰块的人 有的时候聪明反备 聪明 抱得太早 也会是一个节奏的掌握问题 哎呀 我刚刚去第一个死者的房间呢 我们有找到 木偶复仇记的歌词 它说 一个木偶变成小朋友 一眨眼睛看见了杀手 一杯毒药还没喝一口 是谁做坏事有逃走 是谁做坏事有逃走 一个复仇故事开了头 一个坏人已经被看透 一个神套困住了咽喉 那个木偶来复仇 一个秘密隐瞒了太久 一个真相颠倒了前后 一个虚伪的人垂着头 那个木偶来复仇 一群坏人都别想逃走 那个小木偶来复仇 我想说的是 很可怕的事情是 第一个死者跟第二个死者 就是按照上面的死法死的 对 第一个是被困住了喉咙 第二个是垂着头 对 所以我觉得凶手是都了解 这个故事前后的人 用这个歌词里面写的内容 去设计了这个手法 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曾律师的那个房间呢 有一封信就是上面写着 曾律师您好 昨天中读侥幸的曾公爵 今天并没有好转 他在弥留之际 口述让我写下了这封信 转交给您 很遗憾 他们还没有把话说完就离世了 忘你节哀 所以这是一个遗书 以下是曾公爵的口述内容 亲爱的侄儿 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M正的骄傲 是全正最聪明的孩子 淑妇全家被害 你一定要帮淑妇找到真凶 此外也希望你能够帮淑妇找到我的孩子 这个孩子昨晚机缘巧合下 离开了木偶之家 如今不知身在何处 但我庆幸他逃过一劫 他就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你一定要帮淑妇找到他 他从小就喜欢吃扭一扭 甜一甜 泡一泡的奥利奥 他还有点点点点点点死掉了 儿子 没有他只是说孩子 没有说儿子还是女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这封信啊 他还有 后面是个省略号 就是公爵有很重要的信息 没有交代完就死了 对 他还有什么 我说他还没有什么 这个小孩还有什么 真律师的房间 我有找到这个奥利奥的东西 要找到那个爱吃奥利奥的人 所以他知道这个儿子是谁 好 下一个环节 来到了他的房间的这个盒子 没错 是空的 是谁撬开的呢 偷偷偷偷偷就是何小丑 因为他有一个无所不能 那我也可以开别的 但就是开他 眼一口咬死了 是不是你 没得变 是他 你看 这叫什么 无所不能锁 他叫无所不能鑰匙 为什么你要去 你拿了什么东东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透明盒子是我撬的 因为我透过这个透明盒子 看到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我撬开了就把他拿走了 是这两个其中一个吗 是什么 你说 你说吗 是照片吗 是一家人的照片 还是两个人的 一家人的照片 在这里 在这里 对 合影 还有那个抖音的部分 还有那个抖音的部分 对 就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 寻找继承人公告 全部遗产 这也就是明天 曾律师要宣布的 其中一件事 没错 等等 还有一句话还没说完 上面照片有一个 手写的内容写说 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我要全部拿回来 谁都别跟我抢 你看到的那个 是真木偶写的 真木偶写的 那你拿这个干嘛呢 因为他跟我有渊源 我是在昨天 也就是1月9号的下午 去真律师的房间 看到这个 我用无所不能的 撬索工具把锁撬开 把东西拿走的 真木偶写 好 我的发现 就是到此为止 就这样 谢谢 对 精彩 那我要说我怀疑吗 好 你要说 我没有怀疑的人 你好棒 因为我还没有想好 好啦 你最棒 来 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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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可以叫我 山东小鸡 我今天主要是去找了下我们的陈木匠 我想听陈木匠的故事 陈木匠的故事非常的有趣 但他本人很无趣 他本人看起来有很无趣的样子 他本人看起来有很无趣的样子都是他伪装出来的 好丰富 好丰富 他是这个样子的 好丰富 MG995年11月11日 我不到一岁就会在街头放声大哭 加卖萌 骗牛奶 养奶 马奶喝 他是一个不到一岁就开始骗人的人 然后呢 他在MG999年的5月1日又骗了街上Tom的饭 在6月1日又骗了街上Tim的饭 然后又骗了街上Tommy的饭 这条街小孩所有的饭都被他骗完了 他准备去骗隔壁街的了 他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也就是说他从小没人照顾 很可怜 孤儿是吗 对 孤儿 不不不 他是一个职业的骗子 从小开始就是 因为我找到了这个悬赏 即日起 欢迎广大镇名 踊跃提供MG1005年1月10日 木偶之家灭门惨案的相关线索 凡提供价值线索的人士 本律师将给予1000芒果币的重金筹谢 你是那个证人吗 真律师根据一名目击者的证词 指证了是山东吉哥 他就是那个证人 然后后面的日记又这么写 他在MG1005年的1月11日 没想到几句谎言 就骗到了真律师的1000芒果币 报社还给了我100芒果币 赚大了 来解释一下吧 案发的那天呢 我正好就在这个木偶之家周围闲逛 因为我就想看看谁手里有饭 我就骗点饭吃了 但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一个鬼鬼祟祟很奇怪的宋乃公 在这个门口 我又定眼一看呢 怎么定眼 你怎么定眼 定 就平时眼睛是活动的 定眼一看 定睛一看还可以听 定眼一看怎么那么难听 定睛一看 那不是臭名昭著的山东鸡哥吗 怎么叫臭名昭著 那可是他的鸡爸爸 鸡中恶霸 看起来就很凶神恶煞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他鬼鬼祟祟的 怎么会穿着牛奶公的衣服呢 肯定有事 所以呢 我就怀疑他 你怀疑他 你只是怀疑是吧 对 但是呢 那个时候我也没多想 第二天看到这个悬赏 我就想 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一千芒果币呢 所以我就编了一个小幌 我看到 山东鸡哥往牛奶里加了什么东西 然后隔天 他的爸爸山东鸡哥就被抓进了心里 没错 所以我知道 然后第二天呢 这个头条又来采访我 说你到底那天看到了什么 我又把这个故事 生情并茂地讲了一遍 又拿了一笔稿费 又拿了一百块钱的稿费 这才真的是杀父仇人 你这个骗子 但是也不能怪我 因为我只是编了一个谎 我没想到大家都能相信 但是大家呢 就是凭着他爸爸的 平时的为人 做事的风格 大家就相信了我说的话 然后也没有去作证 也没有去查证 所以在偏见的作用下 群体的智商有时候会集体降到很低 因为是大家愿意去相信 对 我是小朋友 十岁当时 你有内疚过吗 后来知道你并没有确认的事情 不 我一直觉得他爸就是凶手 因为他也有这个偏见 好 我来抛开我这身难受的伤心的故事 我们来说一下其他的 啥眼泪都没有你抹啥 好容易抛开 这个戏非常全套 这要被你爸看见气死 然后后面还说 报酬的钱还真好赚 同一个事加几句谎言 又给我一百芒果币真棒 是这样的 这样不打你说 你说 就是当时真的我心情特别难受 因为在那个山东鸡鸽入狱之后 没过多久他就自焚了 他在自焚之前呢 就在他的那个监狱的墙壁上写着 不是我不是我 就看起来他像是被冤枉而死的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怕大家发现我编的这个谎 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呢 就在他的那个监狱的墙壁上写着 那天还有一个幸存者 就是那个女仆 然后我就在想 那个女仆长得那么好看 然后她又幸存了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对吧 这是正常的逻辑吧 为什么她长得那么漂亮 她又幸存了 其他人都死了 长得漂亮怎么了吗 不是不应该幸存吗 不是 长得漂亮怎么了吗 你仔细捋一捋这个 不对 没有逻辑 没有逻辑的 我仔细捋了一下 没有想起来 你仔细捋了一下 没有逻辑 老爷咯咯咯咯咯 你的意思是那个女仆和真公爵 跟老爷咯咯咯咯 暗通款曲也是你编的 不光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 就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 偏见 又是个偏见 所以当时我又就是说了一个小谎 我说山东鸡哥确实他还有一个同伙 就是这个女仆 当时我看到山东鸡哥把这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加在这个牛奶里头 然后把这个牛奶桶递给了女仆 然后女仆拿进了这个屋 这整张故事都是他编的 天呐 就是我的谎言就这样一次一次 屡屡得逞 好生气 我心里很内疚 为什么要对美丽有偏见呢 不是我对美丽有偏见 是因为我当时可能心智不太成熟 就是因为我太经常说谎话 就说着说着我自己都相信了 所以我就是说的那个感觉 我好像自己真的亲眼看到了一下 继续 我又发现了一张纸 纸上面是这么写的 陈 通过你的信物 我已经完全确信了你的身份 几天后 我将会把继承人的身份公诸于众 并且正式转交真公权的全部预产 还要附上了一枚戒指 把小皮球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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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是真公爵的孩子 我是有身份的人 后面我们还找到了一个演讲稿 这个演讲稿是谁的呢 是真木偶的 这个也是在他那发现的 没错 在他那发现的 我就是真木偶 真公爵的唯一继承人物 从今年起 这座价值不菲的古堡 以及父亲真公爵的遗产 全都属于我一个人了 你们也不要太羡慕 作为公爵唯一的后人 这些都是我应得的 我们的木匠 把这个唯一继承人圈了下来 这些上面写着 这么大笔遗产 我绝不允许别人跟我平分 就是昨天晚上我路过花园的时候 就是隐隐约约听到 真律师跟真木偶说 他说明天我就把你 这个继承人的身份公布给大家 你看 所以真律师是不可能 同时给好几个人发这样的信 他给你也发了 说好 我已经相信你了 他给真木偶也发了 对 我就听得一头雾水 所以今天 我在看到那个真木偶出去之后 所以真律师心理是有数的 我就进了他的房间 发现了这个演讲稿 拿回了房间 这里面一定有人混水摸鱼 不一定都是真宗杰的孩子 没错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讲一个 更加厉害的东西了 MG2020年1月1日 这笔巨款 要是骗到手了 下辈子就不用愁了 下辈子 上面真的写了下辈子 啊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为自己的来生 做不对 你应该就是混水摸鱼的吧 没错 这时候就是我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证据 啊 我又找到了 啊 天呐 识惊不昧的全小朋友 谢谢你 以后遇到困难 可以拿这个戒指来找师叔帮忙 这是真公爵写的 讲讲吧这故事 这故事说来话长了 就是他们全家被灭门之前 前十天 我有一天在路上 就发现了这个真公爵 因为他非常有钱 我就想说能不能把他的钱包 这样轻轻地拿出来 哈哈哈哈 能不能把他的钱包通过什么方式 放到自己手心里 然后呢 我就成功了 哎 我这个时候就打开了这钱包 我就发现真公爵 真的 怎么这样 就是钱包里没有什么现金 真的 没有什么钱得手 也太亏了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 我说要不然呢 我就假装一个识惊不昧的好孩子 说公爵公爵 小脑筋 你的这个钱包掉在地上了 还给你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钱还给了公爵 公爵 孩子啊 你太懂事了 然后呢 他就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给我 然后顺手呢 从他的这个手上摘下来这枚戒指 然后这个戒指上面印着我们这个木偶之家的这个足灰 你以后有什么事 有什么困难 就找叔叔 别客气 就把叔叔当自己家人一样 一切都是你的一个大片干的这件事 你不觉得很丢人吗 当时就是确实也是 心智不太成熟 但你现在讲的时候仍然是夸耀的表情 不是 你当时拿到那个戒指的时候是心智不成熟 你可是今年1月1号决定要去骗到这笔剧款的 你只想冒充他儿子了 后来公爵死的时候我特别难过 我就觉得这个戒指还没有拍上用场 他们全家就死了 他特别难过 是因为我还没有拿到衣衫 他就死了 不是 他这个戒指没拍上用场 还没有听完后面那一剧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来浑水沐鱼的 你根本不是继承人 对吗 你跟真公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不是他的什么儿子什么的 确认吗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我想请问一下 2月13号的那个大火与你有关系吗 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不对 我觉得是真律师一定发现了真相 他必须要杀掉真律师 他才能隐藏他当年撒谎的 当年撒谎的那个 真律师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那两个人 不 真律师是知道我身份的人 没有 你听到真律师跟真木偶说 我要把遗产给你 对呀 真律师不可靠了呀 在你听到他们对话以后 我我认为只有一个人跟我分财产 哦 你杀掉了两个人 你把真律师和真木偶都干掉 就只剩一个人了吗 对呀 那就没有人证明我的身份了呀 有信呀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你找我 谁 你现在聊一下接下来的线索 我在他房间里面还找到了这个鬼花酱 花花给他熬的汤 给谁熬的汤 花花给木匠熬的汤 花花给任何人熬汤 花花给很多人熬汤 花花还给我们的真木偶也熬了汤 跟真律师也熬了汤 而且每一个鸡汤上面都写着非常暧昧且肉麻的话 怎么可以 骗我 你有骗我 我骗你啥了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 你已经是说谎 已经说到自然道 你自己不知道那什么话 我自己都信了 对 你一定骗了他 好 那我的证据就分析到这里了 首先我去了我们木偶之家的门口 那里有一个DV 这个DV其实是一个前情提要 彭队长留给欧探长的一个纸条和一个 由OPPO Reno3 Pro拍摄的任务Vlog 他说呢 因为他临时接到了别的任务 所以调查木偶之家的事只能交给你 相关的背景信息就留在了OPPO Reno3 Pro拍摄的这个任务Vlog里面 真的是彭于晏吗 真的是彭于晏吗 真的是彭于晏 我可以看一眼 我可以看一眼 真的是彭于晏 好 我看 那就看一眼 我是紧急救援队长彭于晏 真的是彭于晏 好酷 嗯 在执行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 我在一个非常恐怖的木偶之下 古堡主人的所有孩子以及几个仆人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 古堡主人受不掉打击 在委托亲人 曾律师调查此案后也死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无人生还的古堡里进 还有白影漂泊 时常唱剧那首恐怖的 因为彭队长要去紧急救援 然后这部电影呢 也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多多支持啊 因为那个故事跟我们这个故事同样的精彩 好 漂亮 然后呢 我首先呢 就去到了鬼花匠的房间 首先呢 第一个最明显最明显的就是 他的桌上有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拍摄的是鬼花匠与鬼养父的合影刘念 嗯 所以你也是有过一个养父的人 对 因为之前有信息说 你在给曾律师的这个汤上面写到 你要拿到遗产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是真公爵的小孩对吗 所以你是移开了真公爵之后被人领养了 对 然后 你多大 十九 好 先放到这儿 先放到这儿啊 这是一个 接下来呢 在这个 他有一个小箱子呢 里面有一套 末尔穿的衣服 上面写着野种 哦 哇 啊 衣服上还绣了一朵花 请问你到底是谁 啊 这件事情呢 要从 十九年前说起 其实我是在这座古堡里面出生的 我的妈妈在这个古堡里面是当女仆 好花 那就是你们口中的好花 就是因为我妈妈很漂亮 然后也很温柔 所以在我三岁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对我有一些很异样的眼光 然后觉得我好像是暗通款举的孩子 所以周围的人就用偏见给他套上了一个野种 野种的这个 所以就会在你衣服上写这些字 对 然后 因为曾宗觉得我们一家人都很好 还会把我可能穿过的衣服给我穿 所以那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 那那个野种是被大家乱写骂我 我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一个奇怪的链子 所以我刚才就在问我们山东小鸡 你这个链子上面有一个小鸡的图形 对不对 很可爱的 然后这是个圆形 我找到了同款 但是不一样的是 在这个圆形的链子上 有木偶之家的标志 你是用这个项链来当做你的信物对吗 对 就是妈妈把这条项链交给我 就是这条项链她说 她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我的爸爸只要看到这个项链 她就会认得我 我现在在想的是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你会有我们鸡家族的 这个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木偶之家 有没有可能我们 那有可能你们是兄妹 对 亲兄妹 不是吧 因为这个鸡代表山东鸡哥 你妈妈把这个项链告诉你说 这代表你的身世 就说明你的父亲是山东鸡哥 有道理 然后木偶之家代表是你妈妈 对 太难听了 我是山东小鸡 你是我的小鸡哥 对 我是你的小鸡哥 我是你的小母鸡 你是我的小母鸡 你应该说我母鸡 我母鸡 对 所以只能说你误以为你的父亲是真公爵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了木偶之家对吗 对 我就是妈妈不想我在这个地方一直被欺负 所以她把我送去给M镇的那个鬼养父家生活 是什么时候妈妈把你托付给养父 我十六年前三岁之后 在她的小箱子里面找到了一个M镇小医院的取药回支单 在一零零零五年一月十号就是发生面门禅的那一天的下午六点四十分 她有去取药 高烧褪去散 大葵花胶囊 一月十号那天我发了一场高烧 那所以好花根本就不在 这就证明为什么好花在当天幸免于难 就是没有喝这个牛奶 那天妈妈一直在身边照顾我 她能证明她妈妈一天都没离开过她 对 所以我刚刚很很生气的是为什么你要说谎 你知道你说谎你害死了我妈妈吗 妈妈被害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我是到了那边我看到了 就是刚刚那个报导上面写的 然后我再说你的伤人动机 因为在现场你藏了一个录音带 哦哦 到六号了到底什么时候宣布我是真工具的孩子 遗产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手 不会到MG9102年5G视频手机 Reno 3 Pro上市了 我都还没拿到遗产吧 别急别急 管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要找个盛大的场合 在所有人面前公布才行 放心吧 遗产不会跑的 这个录音带里面录下了真木偶和真律师之间的一段对话 这是六号也就是五天前 同样的对话也被你听到了 对 他不但是知道 而且他付诸了实际行动 在他的房间有一个叫 给你补补鸡汤 包汤配料 还有包了一包非常美丽的花朵 嗯 这花朵呢 在各位的鸡汤里面你们能看得到 都有 还专门问了他那是什么花 他说是心里的花 丧了一点 这个花呢叫做北岸花 彼岸花 红色 慢性毒发 红色慢性毒发 慢性 毒素可溶于水 毒素可溶于水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影响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影响 中枢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影响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连续发怨十天后 将在第五天都发生了 都发生了 算了 我自己看吧 这里面一个喝了汤的人 就是我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好 哈哈 哈哈 不用四天以后 在第五天 毒发身亡 对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亡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第四杯鸡汤是今天给的对吗 嗯 所以他们三个要明天才会毒发身亡 所以我们不要谴责陈木匠太严重了 因为他明天就要挂了 谢谢你 没想到我一世英明 竟毁在了爱情的手上 我对你的爱有真 但是你有做错事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应该骗 你先说你有什么 我刚才注意到这个线索 它是用抖音拍出来的 抖音上面不仅有有趣的视频 还有各种有用小知识 还可以记录美好生活 没错 大家可以多多下载抖音 同时也要记得 合理运用所学知识 今天就算是没有凶手 动这个手 明天这三个人也会毒发身亡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跟侦探说的是 先说我排除的是他 因为他已经做了他想做的 那明天他的目的也会达到 也会达到 那么我怀疑的是这三位 其中的一位 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出现 我想请侦探要弄清楚 到底是谁 对这两个人都有杀机 那我 我怀疑一下陈 我怀疑三下那座 我怀疑一下 我肯定很忙 所以你只要看前三个字就好 就是我想你 好高气 你们笑得太早了吧 真的 你怎么那么会撩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要害你 害我那么喜欢你 我的天 所以你就是在跟他好 跟你的宝宝好 又在跟这个 我没有跟他好 我只是希望他喝下我的鸡汤 他就是利用自己的美色 把人用鸡汤害死 对 因为我遗传了我妈妈的美貌 美貌 那他为什么他的目的呢 遗产啊 他在给真律师的汤上面已经写着 等我拿到的遗产一定好好信 所以他是要靠真律师来帮他拿遗产 他堵死他是因为虽然我需要你 可靠你来找我拿遗产 但是我已经听到了你跟真木偶说 你要把遗产给他 所以我只能堵死你了 然后我再亮出我的信物 至少我可以跟全世界说 只有我有这个信物 因为我有这个东西可以证明 然后大家之前没有发现的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很高的木梯子 这有个梯子 这个我想也许就是他利用这个梯子 弥补这个房间没有衡量的缺陷 对 是的 他作案的一个证据 然后在第一个死者真木偶的身上 他的手臂上发现了一个月亮的印记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信号的人 印记 没有 大家都没有 那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跟大家串联更多的信息 对不起 有一个信息我刚才落掉了 在那个真律师的房间打开的那个箱子里 除了有刚才真公爵死之前留给真律师的那封信 对 还有一个徽章 他还有后面省略的部分 是不是指的 一个是他还有兄弟姐妹 或者是他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徽章 什么之类的 能证明他的身份 他还有一个胎记 或者也有可能 但是你们一个有戒指 一个有那个什么 这个徽章是什么 为什么会在真律师呢 请投票 好 那大家祝我好运吧 加油 加油吧 真太 你有什么想法 根据现有的线索判断 嗯 我觉得可能陈和鬼的嫌疑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嗯 那欧探长觉得呢 嗯 我觉得我们有相似的直觉 嗯 好 那我们第一票评直觉走吧 好不好 好 祝我们好运 是你 希望是你 这是他 好 好 好 谢谢 五 那我们加油第二轮搜正吧 好 耶 好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现场吧 在他的绳子上面是湿的 就是冰案化了就变成水吗 现在这个湿的绳子 和地毯的湿一定是冰块 他用这个冰块的重量把它勒死 勒住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要把它弄晕 把现场布置好 然后把冰块拴在这儿 它慢慢化掉 然后冰块会慢慢化掉 这里有火 等冰块化掉的时候 他人已经被勒死了 嗯 所以这个冰块是配重 有道理 是一个能把他的脖子狠狠地卡住的一个配重 没错 他要做这个岩石装置是为什么呢 就他把它慢慢勒死 你给我讲讲慢慢勒死 跟一下勒死有什么区别 慢慢勒死 它可以不用在这待着 那为啥要慢慢勒死呢 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他为什么要让它慢慢死 他完全可以再把它喷晕了 之后一下子勒死 这里还有一个剪刀呢 刚才我说这剪刀是不是 看来这上面还有个箱子 我们没打开对不对 对 那个上面 我来 寄出时间 2019年10月1日 什么 VV 你谁啊 哎 你好 我是紧急救援队的记长方雨林 我小时候确实在墨偶之家住了 我还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并把它记录了下来 放在了这个箱子里 我相信这些秘密一定会颠死那桩惨案 密码就是我们紧急救援队去海上执行任务的日子 这个墨偶之家太唯一了 都别拐了 我们升级去海上去了吧 喂喂喂 收到 收到收到 大年初一 外外外 一 开了 太棒了 大年初一紧急救援 大家多多支持 哇 又是一个DV 原来是这样 当年从真正的宋乃公那里得知有个小孩 疑似下毒后 我就一直在找这个孩子 但是毫无线索 不知从何查起 这个孩子埋在这里的东西提供的信息是个突破口 埋在这里 埋在这里 来 嗯 哇 会到 这还在挖坑呢 还在挖坑 肯定要去挖东西吗 走 走去挖东西吧 好可怕 干嘛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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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踩一下哪个地方的土是松的 转转 是你想挖的吗 哎 这里 这里 我 嗯 一家人 是一家人 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 哎 有个信 有封信 有封信 爸爸 我要走了 你送给我的木偶小熊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 这是你留给我唯一的信物 是我们木偶之家的象征 虽然你一直关着我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们 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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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一直关着我 你给我 给我 我知道 刚这个门一直没开 门 我不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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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一张床 一直关着谁 有照片 有照片 来 先把照片 这是谁 这是那个 是你 是你 这就是我的空间 这是你的空间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写的吗 这是被家庭抛弃了吗 这是你写的吗 这里面应该还有东西 我觉得 把把墙 墙 天哪 你写了血书 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恨你 我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我恨你 你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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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找找 这楼上会不会有东西 对 上面有一个箱子 但我没找到钥匙 在那个图里 一个盒子 钥匙 那个钥匙我刚找了半天 没找到 找到了 在哪 横在里面 开 小熊木偶 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缓和 无需药物治疗 为什么你有木偶症 我五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病 后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慢慢地 越来越严重 就是脸不能动 然后手也不能动 然后而且手就是这样 我就天天在外面这么走 然后这件事情就成为整个M症的 一个笑话 爸爸就非常的觉得没面子 他就把我关在这个里面 后来爸爸找了一个羊子 羊子 他演我 跟外面说这是我的小孩 因为他觉得你丢脸生了病 所以我就非常恨 我就在墙上写血书 就是说我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一直被关在里面 直到有一天 这个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仆人 是不是我爸妈 应该是 她说你没有喝奶就好了 家里出了大事 然后我出来发现家里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死了 我其实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就拿了四个墨 代表我的家人 我就把这些墨埋的那个地里面 就是留了那封信 就说爸爸那个我走了 我要走了 对 然后我唯一拿的就是这个 我爸爸给我起的名字叫小和 我的全名叫真小和 真小和 他有那个标记 这是我可以证明 我是真家的 唯一现在仅存的继承人的一个标志 跑了之后 后来就被照片里面的那个 这个小丑的 那是你的养父 对 这是你们的全家福 这里面已经没有我了 我知道有人取代了我的位置 但是我已经跟真律师认过身份了 真律师说 不对呀 一家五口带着三个小孩活得好好的呀 我就跟他讲了 那个其实是养子 然后他跟我说 你不要慌 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 我自然会有安排 然后我就等着他 一直等到昨天的时候 去着他的房间 跳开的 亚克力的盒子里面看到了这个 对 我一看 我说 原来 那个养子就是真末 这是你的杀人动机 杀鸡 那你也只有一半的杀人动机 真律师没有针对我 我从头到尾不知道 他要把 所谓的 这个遗产给养子的事情 你没有像他俩那样听到过那一番对话 完全没有 杀鸡养鞋一书 领养了我又抛弃我的这家人 用我自己的手堵死你们 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你要堵死他们吗 不是 不是 那个真木偶要堵死他们家 不是要堵死他们家 他已经堵死了他们家 我来念一下 原送养方MG天使孤儿院 原收养方真公爵男 收养真木偶时35岁 现年39也就是收养了4年 原被收养人真木偶男 放弃收养原因 这个孩子不善良且品行不端 趁家长不在虐待弟弟妹妹 经了解后发现这个孩子从小如此 不适合真公爵的孤儿之家 经商议送回MG天使孤儿院 今后不再过问真木偶的任何事 所以1005年1月1号的时候 解除了收养 下毒的时候是1005年的1月10号 十天以后发生面门产案 我是带着这个信物来着 其实是想要要回我的家 但是看到这封信之后我才知道 所谓的好花也好 所谓的山东鸡鸽也好 全部都是被冤枉的 没错 真正我的全家是被真木偶杀的 昨天晚上 真律师贴出了一个公告 明天到我们的鞠躬仪式之后 大家就要告别了 也就是在那个活动之前 我必须要报仇 因为很有可能我就再也抓不到他了 再也抓不到他了 你从哪找到这个了 在那个亚克力的盒子里面 那这是说明了 其实律师是知道 是真木偶堵死了你们这家人 律师应是知道的 应该是知道的 如果他从真律师那发现了这个东西 而真律师又告诉他说 没有啊人家一家五口带着三个小孩活得好好的 你会不会认为真律师在欺骗你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情绪 所以这是不是你杀他的动机 不是 现在就是要报灭门之仇 行吧 继续搜吧 这是什么 这个 你看一下 发现了这个 你好厉害 这是啥 监狱符 这是什么 监狱 管家 管家 来 快 这房子盖得真好 这木头真铁 是吧 我说你可以吧 谢谢 你那个球符是什么意思 这个箱子打开过吗 没有 搜身 搜身 跟他有关系的地方 就有关系的地方 有关系的地方 干什么 搜身 干什么 干什么 让真看来搜 我来看看你心里的文化 给我 给我 你是谁 这边有一个真公爵 一个真夫人 真小妹 这个是什么 我妈 好花 好花 这个箱子 五位的数字吗 五位的数字吗 编号码 秋福有编号 聪明 八九七五七 八九七五七 这是好花对吗 这是我妈妈 她戴着那个项链 然后这里有个小孩 这不是我 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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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霸王 house 老天爷呀 服刁还是天无前人群舞啊 哇 只可惜我那貌美如花的好花 怎么生出这么个厉害 蛮好的蛮好的 我认你 山东击恶霸逍遥又自在 杀人不眨眼 吃人不放言 证明外出偶遇请绕行 这是一个偏见 这事是这样 22岁那一年 我有了第一个太太 生下了你哥 没错 生下你哥的时候 她就走了 我妈生我的时候 男才死了 然后我就带着你哥 孤苦伶仃 把她抚养到了四岁 这时候遇见了你妈 没错 你妈妈好花 跟我在一起 而且对她特别好 对 一直把她当亲生孩子 一样的照顾 但是好花唯一不满意的 就是她觉得 我的生活不够安定 所以有一天 她离开我了 然后在1005年的1月的时候 山东基地已发现了 她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 在木偶之家打工的好花 于是陈木匠看到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装成宋奶宫 去木偶之家的山东基哥 其实就是在找自己的太太 我来到了海门镇之后 想尽办法想要接近这个古堡 但是由于古堡看管岩背 没有办法趁虚而入 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 因为他们家每天有宋奶宫 我就威胁宋奶宫 让我换上他们的衣服 1月10号 我和宋奶宫一起 来过来送奶 但是走到古堡门口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 跟我们俩说 你们是来送奶的吗 快到树林那边去 有一个女人在等你们 然后当时我想 会不会是好花 我二话没说 扔下这个奶瓶子 转身就往树林跑了 那个宋奶宫也跟着我一块跑到树林 所以那个奶瓶子 完全那个时候是处于我们 没有看管的情况 控制之外的 到树林发现被骗了 根本没人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10岁的小孩 正在慌慌忙忙地系那个袋子 系完神一跑就不见了 但我们没多想 心想还得赶紧把奶送进去了 我们就把奶送进去了 第二天 这个案子就全真闹得沸沸扬扬扬 然后就不知道从哪儿 出来一个真律师 然后就在法庭上 指证说是我干的 结果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加上人们对我的固有的偏见 把我逮起来 爸爸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我到了监狱里以后 嗯 狱里有一个老头 天天给我送饭 这个老头说 我看你啊 天天在这个墙上写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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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应该不是你 说我呢 也得了绝症 将不久于人世 你呢 放火把我烧了 这样了却我的痛苦 与此同时 你趁乱跑出去 我的天啊 正在我说不行的时候 老头先咽了气 后来我一想 行了 就算是苍天有眼 让我命不该绝 所以 我真的就放火 烧了他的尸体 然后 这个老头 在监狱里 他的名字叫 撒浪 从此以后 我出来就用撒浪的名字 撒浪了 我出来之后 就开始查找 我妻子的下坡 但是我听他们说 好花已经死了 有人造谣 有人造谣说 好花也是同案犯 结果也被人用偏见杀死 目击者说 烧得像木偶一样 四肢僵硬 还提着线 谁杀的好花 你知道吗 我是知道 我是知道 真律师 是把我冤入狱的人 而且差点害我死心 并且我出来之后 回头去找儿子 儿子也不见了 因为当地 记卷发了一场大洪水 对 我的基地甲 带着我走了 带着儿子也不知所踪 从人仍未取杂到 这个在哪发现的 这个上面写着 真夫人 底下配的是 抛弃我 你们才是一家人 那就一起去死 真小妹 你们抛弃我 你们才是一家人 那就一起去死 真小弟 一样的 你们去死 真公爵 那就一起去死 女仆好花 替我背锅的人 烧了你就查不到我了 前几天来了两个人 在这表演非常烂的节目 诶 说谁呢 这跟你没关系 对 跟你一样 没事 过来演节目 我就看着台上有一个人 我说怎么那么面熟 后来我应该是管家 所以我有一天 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了真木偶的房间里 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 我一看 这不就是当天 十岁的骗我到树林 然后自己在那打绳结 那小孩吗 天哪 然后我就想把这事弄清楚 1月9号 溜到他房间 发现了这五个墨 我才知道 原来他不仅是害死 真公爵一家的罪魁祸首 而且还甩锅 给 好花 好花 把好花烧死 也是他干的 OK 而且也顺带着害着我家破人亡 汐离子残 你的两重杀鸡都出来了 这个糖好难吃 你吃一个奥利奥吗 嗯 吃个甜 那边还有个箱子没开 对 那个公共区域有一个那个箱子 哎哟 哎哟 哎这个老吓人了 刚才我就没敢碰他 来来来来 叫爸爸 你以为爸爸是被吓大的 但是很吓人 对 对对对对 假日 山东小鸡 我是当年和你爸爸 一起送奶的送奶公 你来找我吧 见面详谈 送奶公叔叔 山东小鸡 我一直在调查 我爸爸的这件事情 然后这时候呢 有一个 昊晨跟我爸爸 当时一起送奶的那个送奶公 说要跟我见面 然后跟我聊一下这件事情 嗯 他说当时的那个小朋友 这里有个月亮的胎基 就是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突然看到 他有一个月亮的胎基 我断定这个木偶 就是当时下毒的那个小男孩 所以你也知道了 这木偶的事情 没错 被我捅掉 你是否认为 你就是我在这里 不叫他 是 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他 有 那一张纸吗 没错 这就是我在我们 真律师的房间里找到的 这是我去偷信的那一天 我就匆忙之间看到了这个 但我又不可能搬走 我也不能把它撬开 我就赶紧拍这张照片 我就走了 等于他也知道 杀了全家的人 就是他 他也知道是 他的父亲是冤枉的 没错 那就是他的杀鸡 他就是两个都有了 这里面都看了吗 没看 我看到了 在哪 这里 可以 他插在土里 找到钥匙了 好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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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的木 两个 黑靴子 黑衣手套 那就估计他是举着 趁着夜色 你没事几点就能看到他了吗 七点之前 晚上七点 这是一件黑衣服 黑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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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手套 这里有好多植物的根 我知道是谁了 是谁啊 鬼 鬼花匠 可是那个花园是公共空间 是谁啊 你吓死我了 你看他 他这里确实有两个钉 这两个钉子一定是有用的 看这两个钉 不太 所以我想想 他那天 凶手那天应该是拿着这个 从这儿出发 跑了一圈 跑啊 跑完一圈之后 他还得 要去 装梯子 装梯子干吗 梯子 不是 他要拉那个人的话 你忘了那个视频 不是这样这样上去吗 这个人从五点半开始 就有可能已经死了 对 他不需要在七点之前 让我们看完那个木偶之后 那么短的时间再去拉那个死者 可能之前那个电视频 早就都拍完了 五点多钟的时候 明白 全都做过 都做过了 那七声是啥意思 那七声 七声中响就是告诉我们时间七点 那你不是说他五点就死了吗 我的意思是五点半之后 我们不就都没有相互在一块的时间了吗 有新发现吗 在鬼那发现的 这里还有个箱子 钥匙在哪儿 那我先上这边 小心 是不是在鸟嘴里 小鸟 小鸟 看到他在他腿下我看到了那个钥匙 在这儿 本儿 独死爸爸的下毒者问号 杀死妈妈的纵火犯 看来这种方法行不通了 污蔑妈妈杀了爸爸的人 真律师 真律师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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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是你吗 你吗 不是我 所以我才要给他们喝鸡汤 扎死妈妈的纵火犯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木偶是什么意思 这个木偶是被烧过的 对 我在那个现场捡到这个木偶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这个木偶的主人是谁 然后我就发现他有这个木偶 我每个人都想杀 因为我也有想杀他 然后还有他 他是因为我是真的爱他 但是我发现他是那个证人 他是那个污蔑撒谎的那个人 对 我跟他相爱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这个证人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笔记本 对 我一直以为真公爵是我的爸爸 所以我一直在找毒死爸爸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 就是阿满口嚼舌头 你把鸡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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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奶你就坦坦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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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我觉得梯子还是有作用的 首先第一 这个镜头是放在这儿的对吗 对 我们能不能拍一下试试 把梯子这样 来 架到这儿 刚好避开镜头 让镜头从梯子中间穿过去 DV里面有没有梯子的倒影 因为它是对着玻璃拍的 我们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有吗 没有 我知道了 这个就是那个吊的东西吧 这样架在这两边 对吧 架在这两边 然后就是架的东西 然后靠着这个东西拉 然后可以站在上面 人应该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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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它怎么拉 对 或者像他说的 如果他用一个绳子做成一个 但这样竖着它不好弄 它可以在旁边 对 它助个力 对 这样 把它弄成一个滑轮 嗯 我们试验一下 来 肯定可以 首先第一个 先把那个 不行这个人太重了 试 所以要试一下嘛 我来试 等一下啊 再试一下 爸我帮你 别动帮我扶着 我帮你堵着压着 这太重了 不行啊 这个真的拉不动 把梯子摆正 然后再打开一点 然后再打开一点 好 但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楼梯玻璃反得非常清楚 你来看 哎不行不行 不行 就做不到 太色了 这个箱子 有一个这个边 这里有麻绳 有 那就线索 麻绳就有 对 它可能是从这儿绕到这儿 这么拉 所以才会破 应该是绕到这儿 我觉得是 但也不行 那它也得高度在 方向 力的方向不对 你想最后把它抬起来的那个力 一定是往上的力 嗯 对 如果是绕到那儿它那个力 那除非还有一组滑轮 有一组滑轮就先到这儿 再到这儿 对 这是一组滑轮 这至少得有一个滑轮 这里有一个滑轮 然后过去 从那再过来 是 它再拉 哇 这太复杂了 事情只有木匠干得出来 嗯 我可以先试一下 说通过这个 这可以的 你们看 这个非常的 我知道这个是能改变方向 但是最初的这个把它往上掉的力 它的支点在哪 那个点是正上方 对 它是个直上直下的力 正上方 再看一遍 我再看一遍 你看 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 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 这个位置是褶皱的 它是个直上直下的力 正上方 这个人太重了 这个楼梯玻璃板得非常清楚 是褶皱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它根本我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它不是在这上面杀的 它们有没有可能是白倒了之后 在地上杀的 这块白色的不是墙 是布 这里有布 就是用这个 打开扯下来 反正用布扯下来 它是在地上杀的 有道理 这样它就不用用那么大的力 然后把它铺在地上 对 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样就可以跟这个轮滑滑轮 这样它就直接可以横着拉 对啊 对横着拉 它的力量就是从正上方上去的 聪明 然后拉一边拉一边拍 聪明 对 可是亲爱的们 这个恢复这个柜子 会不会时长很长 五点半以后 五点半以后到七点两个小时 都有可能 那这钟声肯定有人调过 钟声 什么意思 钟声是七点响的 它带着这个七声钟响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拍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我们都听到七声响的时候 是拍到了七声钟响 早上提点 是拍到了七声钟响 只要比七声多的话 它都可以拍到七声钟响吧 也是 对 是他九点十点都可以 叫他及时按掉那个 但是十一点零五分 他看见他过去取信了 我在干活的时候看到他走出去了 十一点零五分的时候 所以就是十二点钟的时候是他的杀人时间 他进一边 他把他取下来 有一个经验的 他把他拿走到七声 graduates 他把他拿走到七声钟响 他把他拿走到七声 把他拿走到七声 他拿走到七声 所以他拿到七声 把他拿走到七声 这这样的东西 看起来 小朋友 他把他拿走到七声 他拿走到七声 把他拿走到七声 我们现在只解了一半题 同学们还有一道大题还没有解 马上就要收卷子了 这里还有什么吗 脚印 这有脚印 鞋子 那个鞋 不是这双 是那一双 你看它的菱形 是它的 对 它自己踩上去的 凶手抢 假造它自杀 来 把它衣服剪了 那腿是空心的 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诊断单 证律师 2019年9月30日 癌症晚期 无特效药物乐观 估计还能活四个月 这算是报应吗 她要死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所以她要宣布她自己当年 错判的事情 所以她应该是 两件事情就是要公之于衷 我觉得是自杀 自杀之后她怎么倒掉的 冰块或者怎么样 我们想想看有没有机构 那她为什么 她自杀都自杀了 为什么要还设这个局 她其实 我觉得她这个东西 其实就说是报应 她其实还是想指向那个木偶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像跟你的那个老头的故事一样 就是因为她反正命也不久矣 她用这种方法来成全 我们中间那个嫌疑人 这样的话 其实用两件事情 来证明一个无神论者 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 我当然不会认为 是木偶勒死她的 用两件事情来证明一个无神论者 你必须得认 这就是一个木偶的杀人案 她其实是这样 她就想让 想把我们吓走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把侦探吓走 这个壁炉里有东西 这里有一个这个 好 可以冲 这里有 有东西 来 写杀上风信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人生 要提前几天终结了 我终于可以从 压得我透不过气的 负罪感中解脱 完成了叔父交托的 两件事情 把遗产交给他的继承人 找到了杀了他一家的凶手 我都做到了 很遗憾 我无法改变年少轻狂时 所犯的错 真木偶的死 在我意料之外 但做这件事的人 又是我无论如何 都该保护好的人 或许让大家认为 这是叔叔的木偶 来复仇 是最好的结局 希望我的死 能够让大家 和不速之客 欧探长更相信 这一切是灵异事件 从而放弃深入调查 这也是我能为那个人 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猜对了 所以他最想保护谁 一对一吧 来咱们我们继续琢磨这个 来 辛苦了 一对一审问 侦探拥有单独提审 嫌疑人的权利 OPPO Reno3 Pro 5G视频手机 安全高能到手抖 稳定拍摄 Coreno 你怀疑谁 我觉得假不鬼 但是你的嫌疑很大 不是我 因为我其实 要杀珍 我是今天就是在家里 我就想怎么杀的 但我没想出来怎么弄 珍律师他命不久矣 所以他才贴了这个公告 他才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 大张旗鼓的 要休息这个补扎 他急着就想在最后 来弥补自己一生的遗憾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回来 陈因为他拿了那个戒指 他也回来 然后呢 鬼鬼他也回来 各自找了自己的理由回来了 对 这三个人回来呢 是想要继承遗产 那么贾莱呢 其实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而萨莱呢 是报两个仇 一个是冤自己当年入狱的仇 还有一个他要找 当时杀自己妻子的人 他无意当中也发现了 这个珍 莫的那些所作所为 我们要理的就是 曾珍律师的逻辑 他是如何撞见了对方 或者发现了对方 杀人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人 为什么是他无论如何要保护的人 嗯 那我觉得陈 我们是不是先可以排除了 因为他没有理由保护陈 因为陈是坏人 陈不是无论如何要保护的人 那他要保护鬼的理由 就是因为他的妈妈 也是因为他的原因才走的 所以他也无论如何要保护鬼 我呢是真正的继承人 他也无论如何要保护我 嗯 那么贾跟萨是他真正对不起的人 因为他当时冤枉过这个山东吉哥 也对不起他的小孩 所以他也无论如何要保护 这四个人都是说得通的 但是你想 如果曾律师不搞清楚 到底谁才是那个继承人的话 嗯 他为什么要保护呢 他有愧疚 他不见得要保护的是继承人 这个绳子肯定是剪断的吧 对吧 这边剪刀 而且他为什么要剪断这个绳子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先把自己的脚绑上 对 这是对的 他怎么绑自己的脚 他走上去 走上去 先不掉下来嘛 先站在那上把脚绑上 先把脚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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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的时候呢 这里有绑着一块冰 这里绑着一块冰 但这个时候 冰 在这个地方 是蹬到这上面的 没错 然后他把这个绳一剪断 一剪断 掉了 他在挣扎之际 把这个剪刀放到这个地方 剪断之后 冰块作用在脖子上 一下 把他勒死 然后冰块慢慢划掉 对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还有一个绳子 是在木头手里的 对啊 他这先摆在这儿 然后最后 对吧 对的 那根绳子是摆在木头手里的 所以他不可能动那根绳子 对 他要提前摆好 没错 他就这么死了 里面有东西 我们俩穿什么兴行啊 调查日系 萨萨 小熊木 对 竟然还有一个有信物的人 他跟叔叔又是什么关系 先稳住所有人再说 所以他写给你那个信 是为了稳住你 遗产继承说明 甄小和为甄氏家族唯一的继承人 这是他调查最后的结果 那继承出调查 真理是给我的爸爸挥了钱 怕我没有妈妈 所以他要保护的人也有你 哦 那有你吗 没有我 他不知道我是谁 到现在没有出现证据 证明他知道我已经是那个山东基 他根本他一决别我是管家 真的吗 那你找证据啊 我来了 哈啰 我发现新的证据 哦 真的吗 哇 好棒 什么呢 发现了一件事情 请坐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哎 我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你 你那个十点半 你去见的话 私事是什么 十点半我去找他呢 是因为我不是 一直有在送鸡汤给他吗 我到了那个墨的房间 我发现他把鸡汤给倒了 但我只是觉得 我第一个计划失败了 我准备晚上去动手 但还没有动手 他就死掉了 调查日志 这是什么 这个呢 里面有一个 就是他知道 他害了我妈妈 所以他汇了这些钱 但是这些钱是我不知道 他汇给那鬼养负 鬼养负 我一直给你爸爸汇了钱 因为我的原因 让鬼花匠失去了母亲 这个错 无论如何的无法彌辜 你刚刚问过那时 他是很愧对鬼的 这些是什么意思 有胎记的人也出现了 还带着有输资家族 挥一张信物 他会是下毒的人吗 好 顾真公爵名下遗产 哇 全部交给真小和 那这个小和的这个 嫌疑也太大了 律师会很想要保护他 你现在你有什么推测和判断吗 那只能怀疑进城人了 好 那你去叫 你去叫假 好的 谁那会有大大小小的工具呢 小心 来 爹地 那如果 真乖 哎呦 没白养你啊 养了我四年好吧 养了你四年 养了我四年走了 这是家长最幸福的 养到四岁 孩子就被人带走了 等再找到的时候 你看长得这一表人才 都不用辅导作业 都不用辅导作业 直接长大了 唯一的就是有可能马上要坐牢 你好 哈喽 哈喽 你这一期凶手梦圆了没有 我已经对凶手这种东西已经不在乎了 你不觉得你是这个被保护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被保护的人 因为他回我回的信上面写的 他说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 也是愧疚 对吧 那也是因为愧疚说 这一家人 然后因为父亲入狱然后孩子没人管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可能的大概就只有我 和小丑 还有我妹妹 对 对 其实只有这么三个人 因为他最后能够把这个遗嘱 这么准确地给小和 那就说明他肯定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个人跟木匠 肯定跟木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 继承家产也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第一个能把木匠给排除掉 然后我觉得萨就是我爸爸 因为的确没有很明显的证据说指出来 说甄律师他其实是 知道我爸爸的真实的身份 那应该不是他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只在我们三个人里面 我终于可以从压得我透不过气的负罪感 一定要注意这个负罪感 打赢了那场官司 其实他是很负罪的 很负罪的 那场官司中 最受伤害的人是谁 他的负罪感对于谁来讲最重 应该都挺重的 因为何一家 其实是真莫杀的 所以他的负罪感可能是 更多来于山东基的家庭 我即便和我妹妹两个人 的确让他有负罪感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还倒不上一个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怀疑谁呢 比较怀疑何小丑一点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 你去帮我叫一下陈 好的 萨萨 小贾如果知道制作过程的话 因为最后就是我们发现墙上有皱褶 但是我没有找到解法 我想到是块布 但是他 但是他想到把布铺在地上 对 我现在就在想说 这到底是一个凶手的玩法呢 还是也比较高能的玩法 请坐 你干嘛心事重重呢 他为什么不保护我呢 不是 我在想 萨萨家说他现在不知道他是 这个煽动机割 曾律师不知道他是什么 那就不存在保护他 你是说 那他为什么保护你呢 他就确实找不到理由 他保护你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他看见你杀了曾莫偶 他会说什么 他就会 把我绳之一发 你怀疑谁 你这么跟我摇头我就要投你的 就我这种班套路出牌的人 我劝你最好不知道 我劝你最好不知道 真的别投 投我是浪费的 你帮我叫萨 欢迎请坐 你有眉目了吗 我已经半场命了 脑子会烧坏了 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能不能排除掉 大部分的人 反正现在我们可以树立出 该保护的几个人 和鬼 假 这三个 还有一点 是我觉得奇怪的是 我到现在没想出的眉目 就是 凶手为什么 在12点的时候 不多不少要留7下 也就是说 他在中午12点的时候 就计划好 要在晚上7点 让所有人发现尸体 他知道我7点钟要来 跟那封信是有直接关系 那封信11点05送到的这里 我们发现这封信的时候 是在死者的口袋里 凶手留7声响 就是为了跟晚上7点的钟声吻合上 然后把我们所有人 晚上7点带过去 7点是一个什么时间点 就是你来的时间点 谁知道这个事 如果这个7是凶手刻意留下的 那谁知道这封信 谁就有可能 好 那我们集中讨论吧 这是一个绝对在5G以来排名前三的设计 给你们点赞设计的牛 来吧 因为现在我们最有效的证据 还是刚才拿到的那封所谓的遗书 我觉得这里面的讯息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最有效的证据 做了一下排除 我无论如何都该保护好的人 有三个 没错 一个是亲骨肉 对 另外两个孩子是他曾经 推欠过家长 对不起过的 陈是因为他干过坏事 他没有必要保护他 萨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还活着 他说他一直在关注这个孩子 就是他在心中是 默认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的 对 他不知道他还活着 所以这个凶手就在三个孩子之间 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不是我的原因 你稍往后一点 我想看着侦探的脸 够厚了吗 父子俩真的是 我再重头说 凶手费尽心机 做了一个 萨扎认为是这五纪以来 可以排名前三的机关 就是为了让大家证明 相信这是一个诅咒 这是莫曾经做的事情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得了这个病 叫莫综合症 然后我就变成像一个莫一样 就像一个人说的 摩扎我 然后我缓一样 成像那个人 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 中一个人 一样 就是这次 这次 我突然开始 我们在了 不过 然后就收了 我 希望 看到外面的生活 我更觉得可怕的是 他们为了让外人觉得 我并没有消失 找了一个养子来取代我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五年 或者说木偶成经 这件事情 是我人生一辈子的噩梦 所以 我可以有一千种办法 来恨这个真木偶 我可以用一千种方法 来杀他 但是我绝对不会用 木偶成经这个方式 因为这对我来说 才是真正的诅咒 侦探有什么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 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就是这封信了 对不对 没错 而且他也说了 真木偶的死 是他意料之外的 但他一定知道了 是谁杀的真木偶 他一定是撞见了 对 能不能再念一下这个 很遗憾 我无法改变年少轻狂时 所犯下的错 真木偶的死 在我意料之外 但做这件事的人 又是我无论如何 都该保护好的人 或许 让大家认为 这是叔叔的木偶 来复仇 是最好的结局 希望我的死 能够让大家 和不速之客 欧探长 更相信这一切 是灵异事件 从而放弃深入调查 这也是我能为 那个人做的 最后一件事了吧 我能为那个人 做的最后一件事 通过这句话 我基本排除和了 因为他说的是 很遗憾 我无法弥补 年少轻狂时犯的错 他不是他犯的错 对 他跟他犯的错没关系 对 犯的错是他们俩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 是这么写的 这也是我能为 那个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说明那个人 就像刚刚震探说的 他为那个人做过事情了 那为那个人做过事情 只有为何做过 为花做过 他没为我做过任何一件事情 默默关注你啊 默默关注我 这算是他为我做的事情吗 对啊 还有一点 十点半的时候 鬼就给真木偶送鸡汤 然后他回头的时候 无意当中瞥见 真木偶把汤给倒掉了 有 我刚刚跟侦探说了 当他瞥见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明确 他就明确自己 必须马上动手 必须马上动手 又等不到明天了吗 贾弟弟是发现了 整个的过程 自己的父亲是怎么被冤枉的 而且你心里是真实的认为自己父亲已经走了 其实你的复仇心也是很强的 还有一点说句实话 就是这一个 怎么把重力变成摩擦力 然后线条什么这种 我觉得其实跟建筑学还是蛮关系的 跟建筑学还是蛮关系的 对吧 有点关系 但是反正目前推出来 我觉得就在我的两个孩子 一个爸爸坐在这儿 我们听爸爸的吧 爸爸是 爸爸 爸爸你说吧 认真地把嫌疑人最后锁定在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对 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要杀人的话 我其实用不到木偶 其实我跟木偶本身就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那边 因为用木偶诅咒 你可能可以逃脱罪名 对 还有一个细节 嗯 杀害真木偶的时候 复仇的木偶是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好花 真律师自杀的时候 他伪装成的复仇的两个木偶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好花跟 你 他这两个可能是他最亏欠的人吗 他是想造成好花复仇的感觉 我还可以 投票吧我们 来吧 我的 投票吧 加油 相信欧探长 愿 凶手保佑我们 根据最后一封遗书 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个最关键的讯息 能为他做最后一件事的人 又是谁呢 他对这个鬼花匠有很大的亏欠 一直在给他汇钱 假设计呢 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他 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 何小丑 继承人是他 所以他要保护 那这三个孩子里面 我们选一个投票 你偷偷告诉我你想偷谁 偷偷告诉你 真的吗 嗯 我看我们俩意见同不同一 因为我心目中已经有我想要投的人 我觉得是合护着鬼 嗯 好 听你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就投他 哈喽 好期待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投对 首先 成木匠肯定不是 我爹地也肯定不是 就只剩下何小丑跟我的妹妹 真的很难选 能把整个现场布置成一个用木偶来杀人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小丑是对木偶最了解 所以我最后把票投给小丑 希望能对吧 哈哈 这个案件我觉得萨管家不是 是因为萨管家的身份在真律师那里是没有被查明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萨管家就是当年的山东几戈 那么陈木匠从真律师已经写好遗嘱把遗产留给我的这个情况来干 他已经识破了陈木匠是个骗子这件事情 他没有理由去保护一个骗子 那么也就是说剩下假设计跟鬼花匠 我觉得从杀人动机的情况上来讲呢 一个是杀母之仇一个是杀父之仇 其实不相上下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墨这件事情比较熟悉的 同时在十点半发现真墨没有喝汤 杀计变得更加强烈的是鬼花匠 我投给鬼花匠 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对凶手有指向性的就是 真律师的这封也算是遗书吧 相比之下我怀疑的 应该是他了 不知道有没有猜对 开门 这个人呢 就是那个自杀的人最想保护的人 给我要投他 开门 我觉得五季以来我终于在最后关头 找到了一个我认为是基本能够 让我锁定凶手的一个证据 我是有信心的 搞定了 有一种 无想的预感 无想的预感 吉祥的预感 你今天有感觉是吗 我今天为什么吉祥 我三搜搜到东西了 有 真的 很难 待会儿再分享吧 今天这个投票 我很有安全感 你看这个安全帽 我 明星大侦探第五集第九案 木偶复仇记住 究竟 谁是杀死真木偶的凶手呢 现在公开 投票结果 首先公开 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何小丑 我们一定不是零票 获得零票的是 撒管家 我都不是零票吗 六根金田 还有一位玩家 也是零票 他就是 假设计 恭喜两位玩家 嫌疑暂时解冲 我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有票 居然没有人投我 居然何有票 在剩下的三位玩家 何小丑 我没有被大家忘记 鬼花匠 三位玩家中 究竟谁的票数更高呢 陈墨匠 获得零票 获得零票 回来吧 我不接受 嫌少是不是 好了 在剩下的两位玩家 何小丑 和鬼花匠中 究竟谁获得票数更高呢 获得更多票数的玩家是 鬼花匠 请把鬼花匠 关进笼子 搞定了 鬼花匠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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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再见了 妹妹 来 爸爸也没照顾好你 你看 我投出不去 发发 我只能这样了 究竟鬼花匠是不是杀死真末的凶手呢 探案神器 OPPO Reno3 Pro 真凶揭晓时刻 现在我宣布 各位检举 检举 成功 耶 耶 耶 大方 啊 我三搜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鬼的空间是单独的 我们设想一下凶手最后作案的路径 从真律师的窗口开始 拿着木偶跑过 路过假的窗口 路过我的窗口 路过河的窗口 穿过鬼的窗口 路过陈木匠的窗口 但是请注意陈木匠的窗口和鬼的窗口是正对的 他跑到上面之后 直接到达他要作案的那个房间 然后砸碎玻璃 请注意砸碎玻璃以后 可能人们就会出来开始观望 因为大家都会听到这个声响 所以凶手一定要找一个避开所有人的门口的路径 只有鬼的路线是最安全的 我突然想起来 真律师的房间和假设计的房间 都在进大门以后第一个 你敲开门之后 我在大门这跟你聊了半天天 最后真律师是从哪出来的 大管长 你来的正好 这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后面 从这这边出来的 对对对对 真律师为什么没在房间里 我觉得他是撞见了什么人 鬼花匠 因为鬼花匠在砸完玻璃之后 他可能要把这个衣服和木袄扔到这儿 他在往回走的时候 唯一路过真律师的窗口 被真律师发现了 有可能 真律师跟到了后面 然后发现了鬼花匠作案 有道理 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 除了萨管家分析的鬼花匠行动路线外 真律师从后面花园方向过来 是因为他在花园里埋了一个东西 是一朵花瓣 花瓣上有一块玻璃碎渣 好 谢谢你了 谢谢卡 谢谢我来一根 多少钱 卡 谢谢你 我觉得呢我得向女儿说一声对不起 就发生今天所有这些悲剧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年轻的我 不懂得珍惜 不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价值 我以为靠拳头就能打天下 但是我身边的人看到了拳头 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幸福 所以这么多年他受的苦 包括后来他走了弯路 我觉得年少轻狂是犯下的错误 是无法弥补 说到这里我要向在座的所有人道一个歉 由于我心智的不成熟 撒下了很多的谎 还想说一件事 大家对于我妈妈的美丽 我觉得大家是一个偏见 因为美丽不是一种错 虽然陈在十岁的时候犯了错 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小孩的一个谎语 就可以造成这样的悲剧 还是因为有太多的人用偏见 偏见的推波助澜 去决定所谓他们认定的一个事实 然后导致两个人被冤枉 然后也导致了这么大的悲剧 所以我想可能大家还是应该放下偏见 对 好吧 在这里谢谢我们的OPPO 案情高能到手朵 稳定拍摄靠Reno 感谢5G视频手机OPPO Reno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OPPO 谢谢 抖音越来越嗨半案 脑洞大开 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奥利奥 看案路上黑白通吃 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有摆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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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美食搭档 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发现真相 发现更赞的自己 感谢科技成就 生活之美的博士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是 以黑西黑卸伪装 更进一步显现真相 感谢卸妆黑科技 欧莱雅黑魔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不好 呢 以上就是本期的明星大侦探 杰斑大伴子 知道 Copper 像圆 再见了 八方 拜拜 妹妹 闺女 等出来爸爸再好好弥补 再见了 我错了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现在网络社会很发达 偏见肯定会有 人云亦云 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这个偏见一旦有了开始 就会一直偏见下去 你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 大家也都还是会 用这种方式去看待 这些你看似无心之举 但其实是对他们伤害非常深的 大家宁愿相信自己的偏见 也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有人出来 做实际的调查或者取证 因为你内心先入为主 你已经有了答案 你不会再去想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被 眼前的这种假象所迷惑 不要着急地把自己片面的看法 去强加给别人 更不要因为自己某一些 其实不成熟的看法 试图去改变别人的命运 用心去交朋友 去看待别人 看待这个世界 而不是说用耳朵去听别人说什么 大家遇到偏见的时候 不要用逃避的方式来对待他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你自己清楚 真正决定自己人生 能改变自己人生 是你自己的想法 和你身边很近的人对你的判断 你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 你如果有做到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就努力地去改正 然后去进步 每一个偏见都是有能打破的机会 就看你努不努力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 更多的人能够学会理性的思考 用更多的角度去探讨 去质疑 我觉得能消除很多的偏见 也能够让很多事情的真相暴露出来 真正把问题得以解决 对待我 那是我的爱人 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这是造了什么面啊 高山流水玉枝音 我在这儿呢 只有一条感情线 就是笑话 你混蛋 我是西家侦探 左唐龙 中间一个二白 你大哥 你在这带麻的 绿男红女的 没事能叫隔壁老陈吗 老公 我现在应该是遗孀了吧 死者的身份是这国 唐人街上真是老郭董店的老板 真古董 老公 弟妹 真古董藏了很多水墨 巫人的藏画 自展出的七幅画 全部被人替换 只有真知道这幅画的 你居然敢拿走我的高山流水图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些鬼我的话夺回 指天为是 我那么爱他 我一定要保护他 他一定要干掉他老郭 弄死他了 Q终于查到了真相 我计划这种事实力 我天他这是要除掉多少人呢 好大的一盘旗 所以 我们说偏见呢 它是一种无端的揣测 或者说 是一种选择性的接受 像是戴上了一个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一切都失真了 没有客观的公正 是一种以偏概权或者是一种先入之见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偏见 其实这个社会 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充满了偏见的 因为人们好多他并不了解事情的真实的情况 他在这方面他没有仔细的思考过 我觉得要想这个去掉社会偏见 就是各种各样的偏见 就是把那个有色眼镜摘掉 看清事情的真相 所有的旁观者 都应该有一种就是客观的 追求真相的一种态度 而不是说就是按照自己的偏见 就把这个莫须有的这个罪名 就加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正确地认识一个事物的最基本的途径 就是要去掉偏见 上微博 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 一起边看边聊 感谢特别合作媒体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号 独家深度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 界面新闻 一点资讯 杂可尔 封面新闻 特别合作 WiFi外能钥匙 讯飞输入法 请宝宝 中华外年力 造 斗国美食 闪蒙 感谢网媒支持 中青网 凤凰娱乐 新华网 北清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中国网 青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新浪湖南 大乡网 红网 大众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网